好,我們現在會談談2021UT2中四物理第十四題 這題談到有XY兩個盒貼著 放在一個粗造的水平平面 即是地上有磨擦力 如果現在用45牛噸的力去推動時 就會令這兩個箱一起行速運動 意思是它是不會加速的 如果這樣說,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告訴了同學 就是在這兩個盒 分別一個是2kg、一個是4kg 即是6kg上高 其實它的淨力是0 它的淨力是0 即是作用在兩個盒下面 一定是有磨擦力 根據題目的磨擦力是多少呢 根據題目所說 作用在Y上的磨擦力是X的2倍 即是假設擋住X 令它不能向前行的磨擦力 同學看到嗎 磨擦力是要與45牛噸相反方向 而作用在X上高 地面與X貼住的位置 然後作用在Y上高的磨擦力是2F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這個6kg的結合物就會溫速 所以你就會知道45是會等於F加2F 所以一個磨擦力就是15牛噸 作用在X上高的磨擦力就是15牛噸 但它不是問這個問題 它是還未問完 其實它是給45牛噸去推動X 其實X是被Y阻礙了 即是對於X和Y來說 先看看X X因為Y的存在 它就是有一個向左的力 令到它向右得不順暢 Y就全靠X貼住 令到它有一個綠色的推動力 而X上高就是有15牛噸的摩擦力 Y上高就是有30牛噸的摩擦力 所以加起來之後 我們考慮X 我們考慮X 你就會發現對X來說 45推它向右 它被Y擋住 就有F那麼大力擋住它 接著它被15牛噸的摩擦力 它整體就是這樣 現在計到什麼是完成呢 就是Y 現在計到Y推動X的力 Y推動X的力 就是我所說的這個位置 即是你計到F出來就是Y擋住X的力 如果你這樣去看的時候 其實45是向右的 F和15是向左的 於是就出了這個關係 所以Y擋X的力 其實就是30牛噸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C 這題的答案就是C